上海惠贤区打响自行解封第一枪 严格封控两个月后 上海疫情终于得到控制 但是解封之路依旧慢慢 尽管众多社区数周以来没有阳性病例 可是基层部门层层加码 有的小区尽管已符合官方的解封标准 仍拒发出门证 严格限制居民外出 在5月22日这天 上海徐汇区的惠贤区居民的忍耐达到了极限 网传视频和聊天记录等显示 会闲居小区居民当日下午40后 陆续在微信上商量要去讨说法 数十人夜晚聚集在铁栅大门内 要求居委打开环形锁 并把驻守大门的24小时大白撤掉 居委会看到聚集的人多怕引起暴力事件 立马答应撤锁 大门打开后 住户们在欢呼声中蜂拥而出 还开出来一辆私家车 众多居民随后步行至徐汇区 湖南路街道办的办公楼外讨说法 居民代表说 会闲居数周没有阳性病例 符合解封的标准 按照上海市政府防疫政策 应该申请无一小区 发放出门证 如果隔日早上街道办 拿不出市政府要求继续封控的红头文件 也没有居民理应获得的出门证 那么会闲居居民将自行解封 自由出入 对于居民的诉求 街道办同一隔日全员 再做一次核酸 达标就进入申请无一小区的程序 老外领导革命 会闲居小区居民的诉求 合情合理合规 但是此事在网上发酵后 传出了另一个版本 会闲居位于上海徐汇区 而这里曾经是上海法租界坐落的区域 一则广为转发的微博文章称 会闲居老外居多 维权一时强烈 带领小区居民破开大门 获得正当权益的 正是居住在会闲居的法国人 是法国人带着中国邻居跟居委会掐架 逼着居委会承认是他们加码封控 并立刻开锁放证 有网友感慨说 自己所在的小区没有解封 是不是因为缺个法国人 会闲居居住着外国人 这点确实不假 在4月23日晚 身着防护服的大白们 曾经到会闲居安装隔离用的铁栅栏 受到了居民的反对 叫喊中就有外国人的声音 视频中 楼上中国居民冲着楼下的安装人员喊道 你们赶封 我就可以下来推翻他 我坐牢我去 外国居民也标英文说 Are you not? 你疯了吗? 还有外国人用中文喊道 脑子瓦特了 听到居民的反抗声后 穿防护服的人员带着风控工具 离开了小区 这段视频中发生的事 也被部分网友归为洋人的功劳 称是外国人很刚 吓走了安装栅栏的人员 还有网友认为 抗疫能成功 也是因为有外国居民出面 对于这些信息 多名据称是会闲居的居民 在微信朋友圈反对说 法国革命老区纯属段子 会闲居鼓舞了全徐会 跟法国人无关 是自己人争取的 法国人说法语英语 怎么跟街道居委沟通 他们听得懂吗 一切都是我们中国业主 居民自发的行动 合理合规 由业委会出面 找街道居委会沟通 他们称 虽然外国居民也下楼了 在小区门口呐喊助威 但一百多名不行去湖南街道 要求对话的人里 没有外国人 而且 最后争取到的权益 并非全员无时间限制自由出入 拿到出门证后 每日也仅能出小区两小时 这些会闲居居民感慨道 看看就这么点要求可怜吧 什么会闲居闹革命成功 无时间限制随便进出不存在的 那么到底哪个版本更接近事实呢 在多个记录 5月22日晚的视频中 和街道办理论的居民都是中国面孔 周围的吆喝声也都是中国话 中国人自己争取权益的说法估计更加可信 会闲居居民22日晚上 在大门口要求居委打开环行锁 其中大多数都是中国人面孔 希望之光 据居民在朋友圈透露 会闲居小区业委会主任 是一名70后男性 各大团团长和志愿者骨干 基本上都是80后和90后的女性 他们有的是成功的创业者 有的是外企高管 有的是留学回来不久各行各业的年轻人 还有港台新加坡租客 这则朋友圈写道 这次行动中的骨干是8090年轻人 公民意识特别强 他们是中国希望之光 朋友圈还提到 有个72岁的老人在业主群里 反对年轻人的做法 认为这是在造反 但是这名老人却不劳而获地 享受了年轻人争取来的权益 会闲居已经20天没有新增病例 却被街道办在风控上层层加码 这不是孤立反映了上海众多小区的现况 上海已经严格封控了两个月 虽然是政府有了明确的防范区管控要求 以及实施的时间进度表 但到了各区各街道 情况都不一样 就拿社区出门证来讲 有的要求移动楼近20户的居民 仅有一人可以外出购物补充物资 有的社区出门证 是一户一人一正隔日外出 有很多社区就像会闲居那样 20多天没有新增疫情 却陪着天天进行全员核酸 一轮又一轮的陪跑 这就可以理解 会闲居居民争取自身权益的行为 引起诸多讨论和羡慕 甚至由网友给出上海市的赞美 这个小区房价会长 上海市海纳百川的城市 不分外国人或中国人 同住一城一区也算是同路人 无需太纠结于是外国人 还是中国人出面争取权益的罗生门 不管是小区居民组织团购粮食 还是自发争取小区解封 上海市民在逆境中展现互助与自救精神 守护了上海的温度和良心 或许是民众在这波疫情中收获的一大成就 这波疫情中在逆境中护了下海市民次 Willy平均 我从来世纺益的罗生 在帮助与自救精神 可并遭上海市民庅